乌军使用冤法提供的风暴直营导弹 袭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斯林布大楼 俄军真的就拿这款导弹 没办法 大家好 我是海赫 前不久 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大楼 遭到乌克兰数枚风暴直营导弹袭击 乌克兰随后宣布了自己的重大战果 宣称空袭造成了105人受伤 34名俄军军官丧生 其中包括黑海舰队司令索克洛夫 然而索克洛夫随后就被东正教大幕守复活了 还出席了俄防长邵一国主持的国防部会议 这种转时速度比导弹还要快 但黑海舰队斯林布的确遭到了重创 我们注意到 按照俄军的说法 乌军发射了数枚风暴直营导弹 俄军拦截到了其中五枚 但是最终还是未能阻止其他导弹实现了突防 风暴直营导弹确实不好对付 它拥有先进的影像地形匹配系统 能够在距离地面100米的高度飞行 飞行高度低 意味着雷达探测盲区大 而且还容易受地面回波的干扰 其次 风暴直营导弹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 不仅外形隐身 雷达不容易发现 而且还有红外抑制技术 红外信号特征也不明显 不管是雷达制导还是红外制导的防空导弹 跟踪和锁定风暴直营的难度都成倍提高 在网络流传的视频中 我们也看到过俄罗斯道尔M1防空导弹拦截失败 多枚导弹均未锁定风暴直营导弹的情况 难道西方在经过无数次尝试后 终于找到了一款真正的抗额神器 其实也不尽然 事实上 隐身技术不是万能的 对于雷达隐身 准确表述是信号太弱 会被当作杂波滤掉 红外抑制技术也是如此 可以降低红外信号 但不能完全消除 只要改进雷达系统的算法 提高红外热成像等探测技术的灵敏度 破除隐身神话也不是不可能 除此之外 风暴直营导弹在巡航阶段依赖GPS导航 只要进行针对性的电子干扰 烟幕遮蔽 也能有效降低风暴直营导弹的突防概率 在实战中也是如此 风暴直营导弹刚刚投入战场时 俄军确实不太适应 但很快就找到了应对办法 风暴直营的作战效能明显降低 俄军也有过不少击落风暴直营导弹的战力 并缴获过相对完整的导弹残骸 由此可见 风暴直营也并非是包打天下的无敌神器 既然找到了办法 为何还经常有风暴直营导弹突防成功的消息 其实任何武器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 都存在概率 风暴直营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突防 同样防空系统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拦截 乌军在使用风暴直营导弹时 为了提高政治影响力 打击地标性设施 往往采用过饱和的火力 这也是俄军经常出现遗漏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器装备没有一招先吃变天的 任何武器装备都需要一定的作战体系 才能发挥出最大效能 乌军在使用风暴直营的方式 虽然可以让俄军丢失脸面 但都受其思维同样风险极高 好 本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 评论点赞观众 咱们下期再见